2022-2023赛季意大利女排甲级联赛结束了常规赛争夺 中国女排核心朱婷和二传手摇底所在的斯坎迪琪女排表现出色 他们以21胜5负集63分排名第二名 创造了最近几个赛季一甲联赛最好成绩 强势晋级后赛争夺 与斯坎迪琪女排一起晋级一甲联赛季后赛的球队 还有克里利亚诺女排 米兰女排 基里女排 诺瓦拉女排 卡萨尔玛交雷 毕加莫 以及布斯托阿西奇奥 斯坎迪琪女排首轮比赛将对阵贝加莫女排 后者在年初的意大利杯赛上淘汰了斯坎迪琪女排 斯坎迪琪切莫大意 意大利女排联赛常规赛结束之后 目前各项技术统计排名也新鲜出炉 在引人注目的进攻得分榜上 中国女排朱婷进攻成功率和进攻效率都挤进前十名 而未典天才少女哈克进攻成功率和效率都畏惧第一 总得分排名第二 在进攻总得分榜上 朱婷前队友卡拉库尔特以510分高居第一 虽然进攻成功率并不高 但是卡拉库尔特的总得分却是无人能及 本赛季从土超转战一甲的瑞典天才少女哈克 以449分排名第二 比利时女排名将赫尔博茨 以430分排名第三 意大利黑人坚业恩瓦卡洛 以407分排名第四 值得一提的是 赫尔博茨和恩瓦卡洛两人都是来自佛罗伦萨女排 可见佛罗伦萨女排的进攻有多几重 格罗贝尔纳以396分排名第五 弗兰蒂386分排名第六 朱婷队友安特罗伯瓦以384分排名第七 巴西女排名将罗萨瓦利亚以384分排名第八 拉乃尔以383分排名第九 库兹涅索瓦以383分排名第十 而备受中国球迷们关注的朱婷 以334分排名第十三位 朱婷因为手腕伤势原因缺席了前几轮比赛 得分排名还是受到了一点点影响 在进攻成功率排名榜上 来自科内利亚诺女排的哈克以49.62%高居第一名 哈克从土超来到一甲后的表现依旧十分强势 哈克的队友普拉莫以46.14%排名第二位 卡绍特以44.15%的成功率排名第三 朱婷队友安特罗伯瓦以43.47%排名第四名 维拉尼以43.26%的进攻成功率排名第五 中国女排朱婷以42.57%的进攻成功率排名第六 考虑到朱婷联赛出席手腕伤势恢复不久 她的进攻成功率最终能够跻身前十名实属不易 朱婷在最近集场比赛中的进攻成功率 基本上维持在50%左右 茨蒂夏克以42.35%成功率排名第七 格罗贝尔纳以42.34%进攻成功率排名第八 拉乃尔以41.30%进攻成功率排名第九 库兹聂索瓦以39.17%进攻成功率排名第十名 而在进攻效率排名上 排名第一的依旧是瑞典天才少女哈克 她以39.21%的进攻效率高居榜首 朱婷以34.94%的进攻效率排名第二位 朱婷在控制进攻事务环节依旧做得非常出色 卡绍特以31.30%进攻效率排名第三名 美国女排主攻手普拉莫 以30.47%进攻效率排名第四 拉乃尔以30.13%的进攻效率排名第五位 迪米特罗瓦以30.10%的进攻效率排名第六位 美国女排接应二船汤普森 以27.96%的进攻效率排名第七 赫尔博茨以27.95%进攻效率排名第八 朱婷队友安特罗波瓦 以27.90%的进攻效率排名第九 从安特罗波瓦的效率排名不如成功率排名也可以看出来 安特罗波瓦的失误多了一些 前世纪女排三大主攻手克射 猎娃以27.49%的进攻效率排名第十